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无限大火的经典流行50年 专门请一众明星上阵演绎香港过去的经典歌曲 至于形式方面 虽然不再是我是歌手式的竞技选秀 也不是中国好声音式的导师带学员 但是却是换汤不换药 有老一辈当红歌手带领新人对唱飙歌 类似于日本的红白歌唱大赛 就凭经典乐语歌这个核心竞争力 已经足够吸引人 足够有虚头 且因近几年来 香港那边出现了诸多天时地利人和的问题 导致香港乐坛的辉煌不再 娱乐市场也越来越窄 面对这种境况 很多香港歌手都争先恐后来内地捞金 所以 很显然 祖兰仔就是为了顺应香港歌手向北发展的迫切需求 才策划了这么一档节目 形象点说 它相当于一众寂静走投无路的香港歌手的诺亚方舟 所以这档节目在筹划策北阶段就已经吸引了很多大牌歌手参与 其中不乏杨千花 李克勤和林子祥等等 重两级的天王 天后人马 既然有前辈助阵 那么后辈自然也不遗余力 蜂拥而上 毕竟 有芒果台这样的大平台在 又有一众前辈代付协助 就算不火一把 都能小火一回 甚至摩擦出一丢丢火花都没问题 也正因为节目的嘉宾位置 一味难求 相当强受 所以没有一定的公司背景和资源的歌手都挤不进这个门槛 有一位英皇歌手本来定好参加节目 本以为是坐定利六 坐收望场 却在临门一角被人踢出了局 他正是英皇捧吉都捧不红的歌手系列之永儿2.0 许静云 关于许静云捧吉都捧不红的故事 我们一会儿再说 现在先来解答一下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他突然被飞出芒果台的综艺节目 是不是像之前霍尊那样 突然闹出类似于一脚踏两船的陶泽新闻 摔在头上 一把刀呢 各位 还真不是 静云妹妹被淘汰 纯粹因为四个字 确诊 新冠 没错 原来这位许静云早在公司的安排下 在早前2月25日就飞到上海准备隔离 也难怪当时的静云妹妹表现得如此淡定 皆因除了香港地 普遍都将新冠当成普通感冒之外 声声不息也因为种种原因一再推迟开播日期 这个原因正是我们内地明文规定 不允许派选秀节目 而声声不息原本正是用选秀形式 并在2月19日开播的 面对政策有变 节目组只能一再调整策略 还将原定的嘉宾林兴童和永儿都换了下来 所以在不断调整之下 节目一时半会还无法顺利开播 而许静云自然也是逆长张的认为 自己确诊隔离完全不会单个节目录制 这部许静云的病情确实也不严重 在经过14日流言观测之后 终于可以痊愈出院了 他在出院当天还很兴奋的发了社交网络来官宣自己 终于大病出狱 开启隔离第一天 银黄这家公司自从捧红了荣祖儿 Tunes和郑熙怡一代人之后就彻底断成了 之后的新人 什么永儿 钟舒曼等人 虽然才气有那么一点 但是却属于没有灵魂系列 永远都红 割不过人 乃至于霍小姐多么用力也是回天法术 而发展到许静云这一代已经是90后的系列了 这位小妮子集合了老板最爱的优点与一声 听教 听话 勤力上进 永远不say no 她听话到什么程度呢 无论公司安排她北上内地参加什么节目 她都坚决不拒绝 哪怕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哪怕家里人病危 她都一言不发 拿起行李就出发 所以在长期内地香港两头跑之下 雪晶运不仅仅错过了一段感情 也落下了和家人间最后一面的遗憾 这部 据说徐静云一直都和ViuTV选秀节目 全民造型的永远闲发展地下恋 可惜她长期都要投奔于内地工作 一去就去几个月 小年轻的两小无猜 根本就经不住异地恋考验 最后俩人分手收场 不过分手并不算可惜的是 真正要徐静云觉得遗憾的是 她去年因为与荣祖而北上 参加一档综艺节目 连最疼爱自己的外公去世 都来不及见上最后一面 我好想和她说一声sorry 我觉得好遗憾 我和她关系好亲密 她好疼我 她走之前一个星期才入院 我以为她会好起来 之后临晨就收到她去世的消息 真是要好好珍惜身边人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是最后一面 看到了徐静云为了工作错过了一段恋情 错失了与家人告别 大家肯定想问一句 她付出了那么多 总归有一点收获吧 答案是 有的 起码英皇一度重砸资源在她身上 早在2018年的时候 就安排小妮子上创造101上 混了个脸书 还拿下19名的好成绩 然而大家只记得杨超越 对徐静云一点印象都没有 后来英皇更是在家把火 特意将捧红李静云的任务 安插在一个李克勤身上 让李克勤带着徐静云上 我是歌手 燕而可惜的是 大家只记得克勤师妹这个名号 完全记不住许静云三个字 就连后来 英皇好不容易在2019年 帮许静云准备了一场 卖花成演唱会 却又因为社会运动 一再延期 甚至到现如今 许静云好不容易等来个 上重头综艺节目 生生不息的机会 也因为确诊新冠 被遗憾淘汰 看到这里 大家是否觉得静云小妮子的静云 像极了好不容易 考到了编制 以为即将上岸 却临门一脚 被卡在体验 被查出乙杆内力 面对这样的境况 我们怕是只能在无可奈何 欲哭无泪之下 自认倒霉了 可认了倒霉之后 我们又该怎么去拯救自己 被社会虐了千百遍之后 千疮百孔的心灵呢 这是每一个在后疫情时代的必修课 毕竟在诉苦无门 深渊无望之后 我们还是要直面残酷的现实 和冷漠的时代 所以无论是许静云 还是你我他 都应该拿起逆境自强的能力 皆因一场疫情 考验的不仅仅是身体素质 健康体魄 还有个人意志 精神信念 所以一句 逝者生存 不仅仅是达尔文 进化论的核心 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基调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